我們從最早這個sample裡面的這個地方 包含就是MySQL的安全性 有沒有這些相關管理你可能都要先弄好 再來就是那個剛剛的建MySQL 有沒有 所以你這個MySQL慢慢也要熟悉 而且它一段時間你如果沒有操作 它會自動幫你登出 你要再重新再登入 不過我覺得 我不知道記得好像以前那個PHMyAdmin沒那麼慢 可是最近感覺用起來好像 像剛剛同學也是一樣 點一下 奇怪怎麼會就low那麼慢 啊所以可以調可以改嗎 沒有就是直接按了s 就主定的只要對就對了 就是再讓它run就對了 哎呦 在後面的時候 還要按旁邊 ok ok 所以它沒有更快的方法 不過好像也快不了多少 就反正就是再low一次就對了 對啊 我每一次也都這樣 可是感覺好像還是KK的感覺啦 我不知道可能 對啊 那可是也快不了多少 它好像只是說 讓它再讓它催促它一下快點吧 快點 可是它好像還是快不太起來 有點像老牛拖車啦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哪邊的問題啊 不過前提當然因為我們沒有付任何錢 給MySQL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它慢的話 你也只能 會是瀏覽器的東西 瀏覽器嗎 可是我好像用那個Chroma也一樣 用IE也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還要再重新整理一下 對 但是 總是沒有像那個什麼 你用其他家的 SQL Server 或者是Oracle那麼順暢 然後更不要說跟SS SS是單機版的 那當然主要我們只是把資料欠完之後 大概應該就沒什麼事了 OK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再來就是要做一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大概就是一個查詢系統 不會 那個 會員管理系統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四個重要公園它全部都有了 包含第一個 列出那個什麼 列出我們的那個 這個是我剛剛key的啦 本來應該是沒有的 那我剛剛新增 那怎麼新增 這邊有個新增會員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表單 非常陽春的表單 一看就知道應該怎麼一個phone有沒有 然後裡面的話姓名 插入一個文字欄位 然後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給他 輸入某一個人的名字 電話姓名 電話然後地址 隨便輸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email有信箱 按一個送出 它會自動什麼 新增成功 那實際上它是做了什麼 實際上它就是 就是把我們那幾個欄位的東西 放到哪裡 組成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就是 insert into 什麼欄位 剛剛我們不是有五個欄位 後面values 五個東西 從文字欄位過來的東西 丟一個seql語法 給誰 給那個myseql 那myseql做什麼 接收到之後 就幫你把資料 一個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所以現在資料已經到myseql裡面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列表 又多一個了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是用 下一個seql語法 seql 所有的欄位 from 我們剛剛那個data 然後把它 看需要order order by id 或什麼的 把它全部抓回來 再來的話 另外就是說那個 刪除 如果你要刪除某一筆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刪除第三筆 那我可以什麼 刪除 那我如果要修改的話 我可以按修改 比如說我修改 按一個修改 那修改實際上就送一個seql字串 seql語法的字串 就是什麼 update 哪一個 哪一個table 然後 會有哪一個 就是id 也許我們用key是id 裡面的哪一個欄位 把它做一個update 比如說我地址那一個欄位 我把update 然後按一個修改 這個時候它就傳遞過去了 ok 會出現什麼 會員修改完成 不過 可能同學會比較不喜歡看到 就上面這東西 那上面這東西怎麼把它關掉 我好像前面有講過 其實你只要在那個php的開頭的地方 加上一個東西就可以了 加上那個 我們在哪邊可以看到 在那個我們的 在faq吧 我印象中在我們的雲端硬碟裡面 有一個叫faq 進來之後有沒有 這邊會有一個 應該雲端白板 裡面的話有一段 這個faq 就是會告訴你說 如何關閉那個php的提示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在這邊 把這一行有沒有 直接貼到哪裡呢 Ctrl C 貼到那個php的下面 就是這個的下面 這樣就ok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你還可以去怎麼樣 修改 php的rini 這個在哪邊找 其實你可以在根目裡面可以找到這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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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